这个两个工作表范围比对 那比对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的需求大概就是说 一个本年度,一个去年度 那当然如果将来你有很多个年度的 你反正就放在这里 那最好是跑完一次 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那当然最好了 不过我们按部就班 先两个再一直往上加 那你会发现 其实慢慢的你也可以越来越熟练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如何比对 那比对的部分 你要先观察 它的范围是不是一样 C到N的9列 所以C4到N9 这个是不是C4到N9 C4到N9 范围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的范围 第一个 只是工作表位置不同 那比对的话 所以你第一个 先跑个回圈 回圈的话 很简单 就是FORI等于4到最下面列 FORJ等于 这个你不要用C 记得用3 因为J只能用回圈 只接受数字 3然后一直到 这个多少 应该加12吧 应该是15 6、7、8、9、10、11、12、13、14 然后14 OK 所以你就把这个回圈跑完 它就会一个 一个 一个的帮你把值抓出来 可是抓出来的话 你要必须怎么样 把第一个跟第二个做比对 两个比对之后的话 如果有不相等的 不一样 如果相等的就不用做 如果有不相等的情况 特别注意 我前面讲过 如果相等的是这样 很好理解 不相等是这样 小于 大于 有没有 就这样子 OK 如果他们两个不相等 那你要做什么事呢 很简单 底色改成红色 或者改成其他颜色 改成暗红色 反正改一个颜色 那底色 如何改颜色 应该前面讲过吧 那个Sales 点什么 Intero 点Color 等于RGB 给个颜色 对不对 这好像前面讲过 所以你可以把前面 讲过的 随时翻查 第二个是怎么样 加上那个注解 这个可能是新的 注解是什么 就有点像插入 你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它这边有个什么 插入注解 对不对 那其实我讲过了 其实如果当然 你如果不会写 没关系 你就那个 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动作不会 可以用录制聚集 它也会给你答案参考 当然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就 插入注解 把上个年度的 资料 有没有 那个同样的 那个储存格的资料 放在注解里面 增加一个注解 OK 好 这样就跑完了 所以程式基本上 就是我讲的 两个回圈 for I for J 再一副 如果两个 不相等的话 底色 跟加注解 所以程式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要撰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 并不困难 就是这个 有没有 先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我叫做工作表比较 然后呢 for I 等于 就这边 所以你可以一边看着 一边写 for I 等于 4到9 那如果你比较勤劳的话 最好是这样 在这边加一个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 你可以 最好这样 然后呢 这个是列回圈 对 这是 蓝回圈 这是 如果 第一个工作表 其实你也可以写成 去年度 记得前后加双引号 他们的 Sales I 就是把它一个 一个 抓过来 比对一下 如果第一个 跟第二个 不相等的话 Zen 做什么 变更 他的什么 intero 底色的颜色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 抓了这个颜色 255 128 128 怎么来的